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赛加油台湾体大的刘怡君 对上台北市立大学的白玉珀 老师听说你对这两位选手非常熟悉 在我身边今天负责讲评的是 体育署的训服委员肖伯仁 同时也是这次全大院的审判委员 老师你好 主播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这两位选手老师也很熟悉 刘怡君跟白玉珀 这个台湾体大您听说是校友 对在30年前曾经省力体专时代是校友 那这个白玉珀曾经在大同高中的时候 是您带过的选手 对从国中部到高中六年的时间 那这场比赛对你来说相当难以抉择 是没有错 两边都想加油 对是很尴尬 两边都有深厚的情感 对对对 所以五时五时 各位加油 是 身穿黑色球衣的是台湾体大的刘怡君 藍色球衣的是白玉珀 现在比赛即将开始他们先在场上热身 老师这个白玉珀你带她你对她的印象如何 她的特性 她其实这一阵子经过几个国际赛的一个历练 其实在整个一个肌耐力跟力量的一个提升 其实真的是增长不少 因为当时她在 其实我记得她刚国小进入到大的高中国中部的时候呢 是非常瘦小的一位选手 真的 对然后我还记得曾经在集合的时候刮了一阵风 被那个风稍微吹了一下 哇这比较单薄就对了 对非常单薄的一位选手 但现在像现场看起来她有173公分 看起来蛮高的耶 对对而且她的肌肉也是比以前增长很多 那这个也就是说她整个在运动场上的一些成就 就是说一些她的能力有提升 所以她才可以一直突破她在场中的一些成绩 没错 那这个刘依君她在松山高中的时期呢 就被称作羽球美少女 是 我刚刚在场边曾经问她 她说她有停了一阵子 最近重新开始到大陆去练习 是 那因为她曾经在一个课业或者是 就是说以课业为主或者训练为主上面 在做抉择啦 所以有影响到她整个训练的专注力 但是以整个羽球的技术条件来讲 其实刘依君算是有天分的选手 是 因为她是天生她那个手感非常的好 手感 对像以前 我们大同高中本来就跟松山是一直在处于那种对抗的学校 那对刘依君的一个整个打法跟技术的一个特色也非常的了解 是 那所以说我们都特别专注在她的一个手感的跟球的稳定上来做为一个对策的一个注意的焦点 是 所以等一下各位观众可以欣赏到就是说刘依君她对整个球的一个控制 其实她这是一个她打球的特色 非常稳定的 对非常稳定 这两个选手呢她们从小其实就对战过不少次 对没错 从国小到到高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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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为了要备战亚运跟奥运嘛 然后包括像她去年也代表我国参加韩国的仁山的亚运 是 跟姐姐白小马一起 对 那今年因为白小马她已经推出球盘了 姐姐也是打得不错啊 对白小马她也是 白小马也是 她能 呃 能参加 这一 就是明年的奥运会 对 所以她现在也是一直在抢她的一个国际排名 也算是以赛代训就对了 对 没错 就是尽量参加比赛来增加经验 对 那 白玉珀 现在我们来看她的世界排名还蛮高的啊 对 有到前30 是 所以说这还是有机会 呃 代表我国去参加里约的奥运会 对 那刘亦军她也当过世青杯跟亚青杯的国手 其实在以前她的比赛经验也是不少 只是说中间有曾经一度停打 对没错 比赛这是开始 把这球碰到网子 对 对 其实白玉珀这个球抢得非常好 在球还没过完的时候 手就已经在 在等待 在球的位置已经准备要出手了 那其实一开始双方来回的拍数都很多啦 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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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双方都必须 这个礼拜的一个全大运也好 其实都在同一个场馆 举办羽毛球比赛 那这一个场馆呢 它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说 不管侧风也好 或者顺利风也好 都相当的明显 所以我们刚刚看 即便是白玉珀他是一个国际经验非常好的一位选手 但是还是会出现灰空拍的情形 对 刚刚就灰了空拍 对 没错 所以说整个一个比赛的风向呢 其实很难掌握的 所以这也是选手要克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啦 就是场地要怎么去收拾 当然很快的要去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对 没错 刘怡君目前3比2暂时领先 第一局的比赛通常 两位选手是不是都会选择性的试探一下 这个对手的打法 对 适应一下 所以说现在两边的打法还是处于那种 稳定中球成长的一种比较保守的一个打法 然后那种锁法啦 或者是打二次时间出手啦 或者是几个球路变化的 的一个打法会比较少一点 柳怡君刚得了1分 4比3 好球 对 球没救到 这就是白玉珀 他 呃 属于他比较有特色的打法 因为他人比较高一点 对 所以他在一个下压点扣的一个打法上面 是属于比较他 呃本身一种特色喔 那刘怡君他的一个 他手感是比较好 所以他在整个球的稳定性跟 呃 还有一些 呃 手法的变化呢 会比较多一点 对 这一球挂了 对 那当然台体大 台湾体大他们这一次能进到 呃 冠亚军赛其实也相当不容易 哦 因为在整个球界的生态里面 哦 其实在呃 因为大部分的羽球的职业球团 都集中在北部 是 哦 那因为北部的职业球团 就希望他 欸他们所属的职业选手呢 就希望能在台北 台北这个附近就职 哦 所以说近年来 呃 台湾体大 经营这个球队 也是相当的困难 哦 对 那所以 因为地点的关系啊 对对对 很像呃 白玉珀他也是属于 合作金库的 对合固的 合固的选手 对对 那事实上白玉珀他是研究所 才就读台北 呃 市立大学 那 目前是研一的学生 对对 其他大学的时候 是就读台湾师范大学 是 对对 所以这个职业选手 还是大部分会挑 北部的学校 对对对 因为呃 有受制于球团的一个 训练的 的一个时间的问题 目前白玉珀暂时领先7比5 哦 这个时候呃 呃 刘怡君似乎在他的一个接发球上面 齁有点 呃 没有办法控制好 呃 白玉珀看起来也比较积极啊 对 很多动作是比较侵略性的 对 比较积极的工作 那毕竟白玉珀这一阵子在 国际经验上 会有比较好一点 那所以说他刚刚在几个 呃 多拍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呃他现在控制 就是发球接发球的一个节奏 齁 他把步调稍微放慢一点 那有时候偶尔的加快啊 然后去破坏呃 呃刘怡君整个一个 在前几拍的一个打法 是 哇这个好多 对 白玉珀这手 防守守得非常非常好 员怡君前面几球 好像都试着用拉掉的方式 要来吸引他 但是好像 这个白玉珀自己也守得不错 对 他这一球守得相当好 因为对手还 还没开始启动的时候 球都已经过完 对 然后刘怡君在这个球 就有点抛之过急 好球 对 非常快速 对白玉珀的一个攻击 还是比较具有威胁性 那其实我们可以 身材上也有优势啊 对 女子单打里面呢 大部分都是发高球为主 对 但是白玉珀她却是相反的 就是以 呃 发短球为主 就是说 她在发球的时候 就要开始掌控自己的一个 攻击的一个位置 是 然后去 呃从发球里面 就是控制对手 一定要起高球 来制造她自己一个优秀的 也优势的一个地方 就是用 发这个短球来吸引对方 对对 哇好球 对 11比7 是 的 那 我 这个 我 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羽球女丹的金牌战 身穿蓝色球衣的白玉珀 对上身穿黑色球衣的刘怡君 白玉珀目前11比7战时领先 第一局的比赛 即将开始 白玉珀还是维持他的一个攻击的一个主要打法 目前看起来刘怡君好像比赛节奏还没有完全掌握到 手感还没有抓到 毕竟他其实他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在国内的盘迷赛出现了 那刚刚我自己的一个神体穿时代的老师也讲到 就是说刘怡君为了准备这个比赛 然后也到大陆去练了三个礼拜 对那也表示说他也渐渐在恢复当中 然后也为了这个比赛有做一些调整 对做一个充足的准备 那我相信他在整个一个打法上应该会有所突破 但是有一些看起来就是说能力上的一些问题 因为毕竟有时候可能训练上一些辅助运动并没有做得很足 所以说在出手上面速度上面并没有像白玉珀来的做 做的这么的一个完整 感觉上像调整的状态是白玉珀调整的比较好 而且这个比赛的感觉都很适合适合 反而是刘怡君还在比赛当中在找这个节奏 对没错 这几个这两分全部都是自己打的角度过高啊 这个就是说他在一个这五天的比赛 然后经过这么激烈的几场球之后呢 其实在冠亚君赛他的身心一定就相当的疲乏 那其实到后面的一个冠亚君赛基本上都是拼体力上而止 谁的身心调整的比较好 谁的赢的机会就大 对没错 所以说你这样看我们现在看到刘怡君他整个一个 我想他现在肌肉生痛的一个情形一定是相当 疲乏了 对相当明显 对相当明显 所以他在身体控制的方面 就是白玉珀来的比较弱一点 所以这也考验选手的心理素质啦 就是说这个一路这样打上来 那到最后一战 对 这个要怎么调整自己的体力跟步伐 也很重要 对 白玉珀16比7 领先刘怡君 这个球也是出现在那种风向的击球点没有没有掌握好的一个状态 白玉珀自己摇摇头 对 也觉得这球好像控制的不够好 对因为风突然的一个一阵过来 可能在出手点的一个地方比较难掌握 对 哇好球 刘怡君他就是有这种特色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刚刚那个球其实是非常被动的状态 对 但他整个动作跟球啊 他还可以打这么高的一个质量 这就是刘怡君很一个明显的一个特色 很直觉性的反应 对 步伐非常快 是 借外 对 十七比九白玉珀 一样战时领先 好球 很漂亮 对一个对角 要反方向的掉球 对出手相当隐秘哦 刘怡君原本以为这一白玉珀这一个球 是要往直线 他的反派位置去 对 对 白玉珀做一个突然变现的一个对角线小球 因为其实白玉珀他的整个一个打法是正确的 因为其实从小到大他们两个对阵的次数呢 其实都也相当 不计其数 对对对 然后也都相当彼此了解对手 对 因为其实刘怡君他本身 他以前就比较弱的一环 他就是他的一个整个脚步 他的步伐移动是比较慢一点 那他的特色就是他的手法 跟手感相当好 对所以说 白玉珀他也会利用他一个出手的隐秘性 来调动跟破坏对手的一个跑动 两人交手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好像是刘怡君赢得比较多 对比较战上 但是近几年来 因为白玉珀国际赛的经验增加 然后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身材啦肌力啊 自己锻炼之后有明显的改变 反而是他赢得比较多 对没错 其实刘怡君在青少年时期 是一个相当优秀的选手 确实是比 对战的一个交手的情绪是 确实是刘怡君赢得比较多 对对对对 所以双方都还是有机会 刘怡君渐渐把状况调整回来了 是 这个手感感觉非常好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这个变化比较多 可能脚步虽然跟不太上 但是他的这个手法变化非常多 对 其实偶尔还是可以控制到白玉珀的一个打法 20比11 其实球员就对于自己的一个打法特色 真的是了不了解是很重要 这一局白玉破拿下 白玉破的打法倒是蛮明显的 就是直接我就是要进攻 比较积极 对 现在高雄大学温慧晨 长龙大学红慧座 请到第八场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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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辈子 由女單金牌賽 第一局白玉珀1比0 暫時領先 劉宜君 現在選手場邊 正在休息 打理一下 然後劉宜君的指導教練 我稍微再提醒一下 是 劉宜君的指導教練就是我的當時的體專的老師 也是你的老師 是 沒錯 他也是台灣體大的一個語球專堂學生的創隊元老 因為當時也是只有我們老師一位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堅強陣容的傳承 像你們一脈相承下來 每一個都非常優秀 謝謝 但是老師這一場比賽還是很難加油 對 沒錯 台灣體大是你的母校 是 台北世界大學白玉珀是自己的學生 是 不曉得要幫誰加油 只好兩個都加油 白玉珀以前外號叫小小白 但是現在這樣173的那個身高 看起來已經不是小小白了 對 其實會叫小小白是因為他姊姊就叫小白 然後妹妹就叫小小白 對 直接了 對 這個球有點沒有控制住 因為其實他也 劉宜君也應該很清楚 對 就是說他必須用速度來控制白玉珀 他的一個攻擊的打法 是 那但是他有時候 剛剛那個球就推得太邊了 有點操之過急 然後結果球就沒有控制住 哇這一個 第二時間的推球很漂亮 對啊 我剛剛白玉珀那個過渡球過得相當好 角度抓很好 力道不會太大 這個球呢 劉宜君以為是界外了 對 所以他原本要放 對 我想這一個球應該是 就像剛剛 白玉珀 在那個位置 球並沒有 球點的位 出手位置沒有控制好 是 情形是一樣的 他原本可能以為是界外了 對 結果在出手那時候 欸 球又有球並來了 對 所以他剛剛有點腳步不太穩 對 又想要出手又想要判定一下到底是會落得 已經在不協調的狀態了 界外了 這個判斷就很精準 沒錯 這也是選手對於比賽場地的一個整個感覺啦 對 你如果非常熟悉喔 選手在場上 你自己就知道你站的位置大概是在哪個地方 對 沒錯 沒錯 其實所以說我們在訓練選手的時候 就是會要求說 你本身在場中就必須具備有空間感 對 方向感 跟時間感 對 你這種幾個感覺要把它具備起來 你才能在這種快速移動的一個 運動裡面 對 去判斷出這個球是不是界外 然後什麼時間會到我手上 是 如果還有加上絕佳的手感 哇 那天下無敵 對 沒有錯 因為羽球運動它本身不是說具備速度就可以 其實我們一直要求選手是說 任何 你在出手的時候任何一個動作都要恰到好處 對 包括你的時間的一個拿捏那個節奏都要恰到好處 是 不是就是一塊而已 不能快也沒有用 對快也沒有用 你太快的話球還沒到 會造成自己整個動作的一個不協調 所以如何在場上快速的熟悉這個空間感 這個其他的手感啊這一些 都是很重要的 對 沒錯 不過羽毛球的這個場地因為比較小 我發現現在打羽毛球的人數在台灣是極速成長 是 又方便 對 沒錯 不受風吹雨打 任何時間都能打 對 現在在台北找一個羽球館打球不容易 這球非常漂亮 對 因為現在所有的時段都 刻滿 對 沒錯 但是這樣是個好事啊 對於推廣羽毛球運動來說 對 難怪現在羽毛球運動越來越多 對 就是說也 所以也是顯示出 在我們國內的一個羽球水準 有一直在進步的一個情形 很像現在 在我擔任 我今年擔任羽球教練已經滿了21年 在20年前 我以全中運的例子就是說 全中運只用4個場地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賽事 但是到現在20年後 必須要用12個場地才能完成所有的賽事 3倍 對 所以說這個倍數的成長是相當可怕 但這樣也表示說 羽毛球的選手的數值更好了 對 而且選手更多 對 沒錯 因為現在的幾個羽球選手退役之後呢 都有在一些基層學校裡面做任教 所以說才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對於運動來說 只要參與的人數多 好手就多 當然 這個非常漂亮 對 這球掌握得非常好 好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個畫面 其實如果說以一個技術層面來講的話 這個球是很容易觸亡的 對 但是 那個白玉珀在一個整個一個 最後那個發力的階段 是 點了一下而已 對 點了一下球大概就收掉 對 但是這些選手其實都非常的辛苦 像包括這次戴志穎 他也為了要備戰我們下個禮拜 在東莞的一個蘇迪曼杯的一個世界團體賽 所以他不得不在前一輪棄賽 對 所以說在這一次的一個比賽就缺席了 那 戴志穎也是我們目前 最好的 女單最好的選手 對對沒有錯 因為現在已經 五月 從五月一號開始 謝謝 我想各位觀眾也要體諒他 因為他為了要備戰奧運 其實 因為從五月一號開始 就是我們 所謂的奧運積分賽開始 是 那也跟各位觀眾 就是稍微報告一下 就是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們奧運奧運的一個參賽資格 不是說由我們國內選吧 而是必須具備世界盤名前幾年 你才有資格 去參加這個奧運會 那 但是這個奧運會的一個積分賽 是從今年 也就是從五月一號才開始計算 那蘇黎曼杯 他現在是一個常比賽 但是只要你有出場的話 他就有所謂的國際積分 那這對他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那 相對的白玉珀 其實他也是 這一次蘇黎曼杯的成員 那 所以說 對他來講 打了這個比賽之後 然後下個比賽又要打 下個禮拜又要打比賽 是相當辛苦 所以其實運動員的生活就是這樣 對 其實不斷超越自己 然後還要在這個奔波當中 對 沒錯 你必須有些比賽是 是以訓練的思維來參加比賽 那有時候是 有的比賽是 考量他就是要比賽 對 我這個就是以爭取成績 作為一個主要目標 對 劉宜君對這個空間感好像越來越熟悉啦 是 這個有漸漸進入比賽狀況 好 哇這個球 白破的一個 前場 戳球啊 那質量 比較炫一點 是 造成劉宜君在整個出手的時候 遭到破壞 好球 好球 對 在這個單打的比賽當中 選手要對於這個場地的掌握要更能精準 因為這個速度非常快 這個球呢 白玉破是有一點越網擊球啦 然後剛好就是在 在裁判面前 那裁判也抓得相當淺的 對 所以我們以為 白玉破這個分 對 這一球是得分的 但是卻是被被判失分的 啊 這個 這是 這是Luckyball 對 沒錯 就是 他 真的 是 他 就是 他 來 哪 他 是 對 他 很 這一 非常 所以 欢迎回到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羽球女单的金牌赛 第二局的比赛 白欲破11比7 暂时几千有一军 这个自己没有掌握 对 这一个球出手的整个一个发力 就是说没有控制好 对 这个球也处理得相当好 其实刘亦军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基本能力在 你说他跟以前的一个实力落差 我个人觉得比赛没有差太多 只是要怎么样找回这个比赛的感觉 对 只是说那个白欲破 因为他在近年来的一个成长是相当的快 包括他在近几年的急速可以串到全国排名第一 所以说他在整个一个实力的提升上面速度 是算是相当快的 就是这个速度跟经验都是加倍成长 对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球员自己个人的一个认知跟想法有关系 其实白欲破他白氏姐妹来讲的话 他们是一个是两个姐妹是属于比较 算是自我要求很高的 他们宁可就是说在平常出门的时候宁可是骑脚踏车的 对 他们两个姐妹 无时无刻都在训练之前 对 他们两个姐妹有时候跑到大同高中来的时候 就是骑着脚踏车过来 从家里就骑脚踏车过来 对 这个刚刚老师提到的就是关键点 我刚刚赛前呢在场边跟刘亦军聊到他的运动生涯的时候 他就是提到说中间 他认为自己不上不下的成绩可能有影响到心理的想法 所以他中间才会停了一段时间 对 其实这个跟他最后没有加入球团的一个心态也有关系 因为其实高中毕业之后有没有进入球团是一个非常关键点 因为毕竟进入球团他必须还有目标 而且幕后有推手 可以boost你 对而且就是说国际比赛的球团会依注你这些经费 是 所以说他在高中毕业之后没有进入球团 我觉得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 第一个是打击啦 第二个是可能对他的一个球员生涯的目标上就比较没有那么明确 所以他现在是他的心态调整之后重新再出发 是 他的教练也对他最近的表现非常满意 是 那我们老师对他来讲是相当满意啦 因为其实 我也蛮了解就是说台湾体他他们对于球整个羽球队的经营 是 真的是相当 相当坚苦 但还是愿意喔 还是愿意做这一块 对 其实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事情在进行啦 要有这样子的支持 对没错没错 因为以我们现在来看的 就像这一次的那个 男甲冠军跟女甲冠团体冠军的话 这几个球队基本上都是各个球团的基本成员 对 像台电啊 和库啊 丁英航啊 土银啊 或者亚伯啦 都是基本上都是这几个球员 在就读这几所学校 所以刚刚老师讲的非常对啊 选手是非常辛苦的 是 因为其实比赛接二连三的来喔 因为他们必须再抢国际积分 所以说 所以说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很像 昨天 北体大 不是 那个 市北大 台北市立大学 跟国体大 南甲在打冠亚军赛 其实打第五点 北市大的那个许恒豪打第五点 他 前天才从纽西兰回来 对 马上就接着 对 然后跟着没有调时差的空间 马上接着上去打 还好他顶住在第五点 所以说选手都是相当辛苦的 他也是经由这样子的过程 才会让他们经验马上瞬间升职啊 对 没错 所以我一直来 呃 有时候跟 也是跟这些球员聊啦 就是说你不见得就是说每个比赛都是 当然要去 但是不是每个比赛都要把成绩拉上来 你可以做 你做一个调整的 对 没错 也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对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以赛代训 以赛代训 既然是以赛代训的话 有些比赛你是要把它当做训练的 对 有些比赛是真的是要争取奖牌的 是 对 所以要取舍啦 因为比赛这么多 当然 这是对运动员来说最好的舞台 对 刚几个来回 对 这个球 白玉珀推的太远 对 哇我们老师手张得很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十七比十二白玉珀暂时领先 好球 漂亮哦 这就是刘宜君的特色 其实他如果整个 昨晚的力道控制很好啊 对 他的手法 他的出手是 算是相当很密密的一位选手 相对在白玉珀他 刘宜君看起来手法比较细腻啊 是 白玉珀这个攻击欲望很旺盛 对 哇又是一个痛球吃 对 自己没有打好 对 这就是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 这也是白玉珀的一个 一个缺点 缺点 他就是说对于那种比较能 简单处理的球 想太多 对 然后 失误率太高 失误率就高 对 你现在包括他常常 以前在训练他的时候 就是那种半场的一个攻击 就常常失误 不是出界就是挂网 那种简单可以推出去的球 结果他就不是 不是挂网出去 对 像现在这个球 这个球就是这样 对 所以说他对这种 比较能简单的指令球 就是失误力太高 是 好 好 又是一个过度球的速度 哇 可以 就像老师讲的 老师分析的非常精准啊 就在这个前场的时候 比较是这个比较简单的动作 他反而处理不好 是 那这个阶段呢 这一个时间来讲的话 其实刘宜君 似乎有点找到自己出手的节奏 对 现在比速慢慢拉近 对 然后也慢慢有适应到 整个白玉破的打球的出手的方式 所以说 这个阶段是反而是白玉破的一个 这个非压迫性失误比较低一点 哇 整球两个来回之后 借外了 对这个时候呢 其实白玉破也把 尽量把自己的球路先打进一下 对 然后去制造刘宜君的一个失误 刘宜君还是采用比较拉掉的方式来想要打点啊 对 因为他知道刘宜君不会轻易的去做攻击的一个打法 啊 所以说他在整个一个 呃 球的稳定性上 必须还要做的比刘宜君还要快速 哇这个球差一点撈过去 他自己笑了一下 对 其实这个时候来回的拍数相当多啦 哦 那来回拍数多 表示双方 呃 包括刘宜君他对于对手的一个 呃 打法跟节奏都已经 已经有一点 有点 有点熟悉 对熟悉了 对 直接了 直接了 哇又是一个推球 哇直接了 对 刘宜君也 表情啊 觉得很很可惜 很奥脑 对 哈哈哈 哇漂亮漂亮 对 这个球就 满有水准的 因为他在整个强往的时候呢 跟着下一拍的一个连钻去 哇做得非常好 20比17 也不容易啦 因为很久没出来 打 跟这几个甲组的做对抗之后呢 然后 还能打出这样的分数 跟这样的一个对抗性 其实 对刘宜君来讲 呃也是佩服啦 也是个很好的经验 对 没错没错 尤其是又碰上白玉霍这个 排名这么前面的选手 是 不过相对来讲的话 夺牌的压力当然是 应该是白玉霍比较有压力一点 哈哈哈哈 21比17 白玉霍拿下女单的金牌 不开组 是 柳君很可惜 熟悉的比较慢 这个比赛的节奏 是熟悉的比较慢 对 对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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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场比赛为大家送上的比赛是公开男子组单打的决赛 台北市立大学的王子维 对上国立体大的林佳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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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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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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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